这说周瑜怒气颜凶坠于马下,左右急救归传,军事传说,玄德孔明在前山顶上饮酒取乐,于大怒,咬牙切齿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无事取之。 正恨间,人报吴侯浅递孙瑜道,周瑜接入,句言其事。 孙瑜曰,吴奉兄命来助都督,随令崔君前行。 行至八秋,人报上流有流风官平二人,令军截住水路。 周瑜遇渡,忽悠报孔明,遣人送书至。 周瑜拆封逝之,书曰,汉军师钟郎将诸葛亮,智书于东吴大都督恭敬先生麾下。 亮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文族下欲取西川,亮妾以为不可,一周民强地险,刘彰虽暗若,足以自首。 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无其不能定其归,孙武不能善其后也。 曹操失利于赤壁,致其须于忘报仇灾。 今足下兴兵远征,唐操成虚而至,将难积一焚矣,两不忍作事,特此告之,性垂照见。 周虞懒必,长叹一生,换左右去执笔作书上吴侯,乃句众将乐,无非不欲尽忠报国,乃天命以决矣。 如等善事吴侯,共成大业,炎气昏厥,徐徐又醒,仰天长叹乐,寄生于何生量,连教数生而亡,寿三十六岁。 后人有诗探约,赤壁宜雄烈,青年有俊生,玄歌之雅意,杯酒谢良鹏,成夜三千湖,长驱十万兵,八丘终命处,平调欲伤情。 周虞懒云定与八丘,众将将所一书坚,遣人非报孙权。 权文于死,放声大哭,差誓其书,乃见鲁肃以字大也。 书猎曰。 于以凡才 何蒙疏欲 委任复心 统御军马 赶不业谷虹之力 意图报效 乃生死不测 修短有命 于智未斩 威区已损 疑恨何极 放心曹操在北 疆场未尽 天下之事尚未可知 此正朝是干时之秋 至尊垂绿之日也 鲁肃忠烈 临世不苟 可以待于之刃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躺蒙垂溅 于此不休矣 孙权兰帝 哭语 恭谨有王左之才 几乎短命而死 孤何赖哉 既遗书特见紫敬 孤敢不从之 极致便命鲁肃为都督 总统兵马 一灭叫发 周虞灵就回葬 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 见将星坠地 乃笑语 周虞死疑 至晓 告于玄德 玄德使人探知 果然死了 玄德问孔明曰 周虞既死 还当如何 孔明曰 待于领兵者 必掳素也 亮观天象 将星聚于东方 亮当以吊丧为由 往江东走一遭 就寻贤士 佐助助攻 玄德曰 指控吴忠将士 加害于先生 孔明曰 于在之日 亮由不惧 仅于已死 又何唤乎 乃与赵云引吾百军 聚祭礼 下船赴八丘吊丧 于路探听得孙权 以令鲁肃为都督 周虞灵就 以回财丧 孔明静置柴丧 鲁肃一礼迎接 周虞部将 皆欲杀孔明 阴见赵云 待见相随 不敢下手 孔明教舍寄物于灵前 亲自垫酒 跪于地下 独计吻约 乌乎恭谨 无幸妖王 修短顾天 人气不伤 我心识痛 泪酒一伤 君旗有灵 想我争长 吊君幼学 以骄伯府 仗义书才 让舍已居 吊君若惯 万里朋团 定见霸业 割据江南 吊君壮丧 远镇八丘 景生怀绿 讨逆无忧 吊君丰度 佳佩小桥 汉沉之序 不愧当朝 吊君气概 剑足纳志 使不垂斥 终能奋义 吊君颇养 蒋干来说 挥洒自如 雅亮高智 吊君红彩 文武筹略 火攻破敌 婉强伪弱 响君当年 雄子鹰发 哭君凿逝 府地流血 忠义之心 英灵之气 命中三计 名垂百事 哀君情节 愁长千节 唯我肝胆 悲无断绝 昊天昏暗 三君苍然 诸为哀记 又为泪怜 亮眼不彩 启迹求谋 诸无聚曹 府汉安流 以脚之缘 首尾相助 若存若亡 何律何忧 乌乎恭敬 生死永别 捕守其真 明明灭灭 魂有如灵 已见我心 从此天下 更无知音 乌乎痛哉 浮为上响 孔明记毙 伏地大哭 泪如永泉 哀痛不已 众相相伟约 人尽道恭敬与孔明不睦 经关其祭奠之情 人皆虚言也 鲁肃见孔明如此悲怯 亦为感伤 自私约 孔明自是多情 乃恭敬量窄 自取死耳 后人有诗探约 卧龙南阳睡未醒 又添烈药下书城 苍天既已生功锦 尘世何须 出孔明 鲁肃设宴款待孔明 眼罢孔明辞回 方玉下船 只见将天一人盗袍竹冠 躁桃宿吕 一手揪入孔明 大笑乐 如弃子周郎 却又来吊笑 明期东吾无人耶 孔明即是其人 乃凤厨先生旁同也 孔明亦大笑 两人携手登周 各诉心事 孔明乃留书以封于统 主曰 无料孙众谋 必不能重用足下 稍有不如意 可来荆州 共服玄德 此人宽仁厚德 必不复公平生之所学 同润诺而别 孔明自回荆州 却说鲁肃送周于灵鹫至吾湖 孙权接着 枯寄于前 命后葬于本乡 鱼有两男一女 长男寻 四男印 权接后续之 鲁肃曰 肃 陆路拥彩 物蒙公谨重见 其实不称所值 愿举一人依助主公 此人尚通天文 下小地理 谋略不检于管阅 书姬可并于孙吾 往日周公谨多用其言 孔明亦身符其志 现在江南何不重用 权文大喜 便问此人姓名 肃曰 此人乃襄阳人 姓庞明统 自氏元 道号凤厨先生 权曰 古一文其名久矣 今即在此 可寄请来相见 于是 鲁肃邀请庞统入见孙权 施礼帝 权见其人浓眉鲜鼻 黑念短然 形容古怪 心中不喜 乃问曰 功平生所学 以何为主 统曰 不必拘之 随即应变 权曰 功之才学 比功锦如何 统孝曰 某之所学 与功锦不大相同 权平生最喜周语 见统轻之 心中欲不乐 南卫统曰 功且退 但有用功之时 却来相行 统长叹一声耳出 鲁肃曰 主公 何不用庞氏元 权曰 狂氏也 用之何一 肃曰 赤壁敖兵之时 此人曾献连环策 成第一功 主公想必知之 权曰 此时乃曹操自欲定传 未必此人之功也 无事不用之 鲁肃出 为旁统曰 非肃不见足下 乃吴侯不肯用功 功且耐心 统低头长叹不语 肃曰 功莫非无异于吴中乎 统不达 肃曰 功报匡计之才 何往不利 可十对素颜将于何往 统曰 吴玉头曹操去也 肃曰 此明珠暗投矣 可往荆州投硫黄书 必然重用 统曰 统一时欲如此 前言细耳 肃曰 某当作书奉剑 功夫玄德 必令孙刘两家无相攻击 同利破草 统曰 此某平生之素质也 乃求素书 竟往荆州来见玄德 此时孔明暗查四郡未回 门历传报 江南明氏旁统特来相投 玄德久闻统明 便叫请入相见 统见玄德 常依不败 玄德见统茂漏 心中意不悦 乃问统曰 诸下远来不易 统不拿出鲁肃孔明书投诚 但拿约 闻皇叔招贤那事 特来相投 玄德约 京楚烧定 苦无闲职 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 名磊阳县 缺一县载 驱功认之 如后有缺 却当重用 统思 玄德待我何博 欲以财学动之 见孔明不在 值得勉强相辞而去 统到磊阳县 不理正事 终日饮酒为乐 一应钱粮辞送 并不离会 有人报知玄德 严旁统将磊阳县市尽费 玄德约 恕主 焉杆乱无法度 随唤张飞吩咐 隐从人 去京南诸县巡视 如有不公不法者 就便就问 孔于是有不明处 可与孙乾同去 张飞领了言语 与孙乾前至磊阳县 居民官吏 皆出国迎接 独不借县令 非问曰 县令何在 同辽妇曰 庞县令自道任其经 将百余日 县中之事并无理问 每日饮酒 自淡及夜 旨在醉香 今日素酒未醒 游卧不齐 张飞大怒 欲勤之 孙乾曰 庞世元乃高明之人 未可轻忽 且道县问之 如果于礼不当 至罪未完 非乃入县 正厅上坐定 叫县令来见 统一贯不整 扶罪而出 非怒曰 吾兄以辱为人 另坐县载 辱焉敢尽废县施 统孝曰 将军已无废了县中何事 非曰 辱道任百余日 终日在醉香 安得不废正事 统约 两百里小县 歇小公事 何难决断 将军少坐 待我发落 随即换公立 将百余日所及公务都取来铺断 历皆纷然击报案卷上厅 素人被告人等还贵接下 同手中批判 口中发落 耳内听词 屈指分明 并无分毫差错 民皆叩首拜扶 不到半日 将百余日之事尽断毕了 投彼于地 而对张飞语 所废之事何在 曹操孙权 无事之若掌上官文 量此小县 何足皆一 非大经 下席谢曰 先生大财 小子施敬 无当于兄长处极力举荐 统乃将出鲁肃见书 非曰 先生初见无凶 何不将出 统曰 若便将出 似乎专其见书来甘业矣 非故卫孙遣曰 非公则施仪大财矣 随此统回荆州见玄德 据说庞统之才 玄德大经曰 屈待大财 无之过也 非将鲁肃见书呈上 玄德差事之 书略曰 庞世元非百里之才 实处至中别价之刃 实当斩其一族 如以貌取之 孔父所学 终为他人所用 实可惜也 玄德看币 正在接探 呼报孔明魁 玄德接入 礼币 孔明先问曰 庞军师近日无恙佛 玄德曰 尽至磊阳县 耗酒废事 孔明孝曰 世元非百里之才 胸中之血 胜量十倍 量曾有剑书在世元处 曾达主公佛 玄德曰 今日方得子敬书 去未见先生之书 孔明曰 大贤若出小镇 往往已酒糊涂 眷于世事 玄德曰 若非吴帝所言 险师大贤 随即令张飞往美阳县 敬请庞同到荆州 玄德下接行罪 统方将出孔明所见之书 玄德看书中之义 言凤厨道日 义即重用 玄德喜约 西司马德操言 扶龙凤厨 两人得一可安天下 仅无二人皆得 汉事可兴宜 随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 与孔明共赏方略 教练军师 听后征法 早有人报道许昌 言刘备有诸葛亮庞统为谋士 招军买马 鸡草屯粮 连节东吴 早晚必兴兵被罚 曹操文之 随聚众谋士 商议难争 寻幽禁曰 周虞心死 可先取孙权 赐功刘备 操曰 我若远征 恐马腾来袭许都 潜在赤壁之时 军中有额眼 一传西粮入寇之事 仅不可不妨也 寻幽语 以于所见 不若祥赵家马腾为征男将军 石讨孙权 诱助经师 先除此人 则难征无患矣 曹大喜 即日遣人积赵 致西粮赵马腾 却说 藤自寿城 汉福波将军马园之后 傅明顺 自子硕 环帝时 为天水栏杆献位 后石棺流落陨西 与枪人杂处 随取枪女 生藤 藤身长八尺 体貌雄义 秉性温良 人多敬之 临帝末年 羌人多盼 腾招募民兵破之 初平中年 因讨贼有功 拜征西将军 与镇西将军汉随为弟兄 当日奉赵 乃与长子马超商一跃 武自于董城 受一代赵以来 与刘玄德约共讨贼 不幸董城已死 玄德旅败 我又必处西凉 未能协助玄德 金文玄德已得荆州 我正欲战昔日之志 而曹操反来赵我 当事如何 马超曰 曹奉天子之命以赵父亲 今若不枉 必必以逆命则我已 当成其来赵 敬网京师 于中取世 则昔日之志可斩也 马腾兄子马代见曰 曹操心怀叵测 叔父若网 恐遭击害 超曰 而愿尽起西凉之兵 随父亲杀入许昌 为天下除害 有何不可 藤月 汝自统枪兵保守西凉 只叫赤子马修 马铁 并指马代随我同王 曹操见有汝在西凉 又有寒随相助 两不敢加害于我 超月 父亲欲网 切不可倾入京师 当随即应变 观其动静 藤月 无字有处 不必多虑 于是 马腾乃引西凉兵五千 先叫马修马铁为前部 留马代在后接应 以礼望许昌而来 离许昌二十里 屯铸军马 曹操盯知马腾已到 换门下侍郎黄奎吩咐月 穆金马腾难征 无命辱为行军参谋 先至马腾寨中劳军 可对马腾说 西凉路远 运凉甚难 不能多带人马 我当更前大兵携同前进 来日叫他入城面军 吴就应付粮草与之 魁领命 来见马腾 腾治久相待 魁就半憨而言曰 吴父黄婉 死于李雀郭四之难 常怀痛恨 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贼 腾月 谁为欺君之贼 魁月 欺君者 操贼也 公其不知而问我耶 腾 空是操使来相叹 即止之曰 耳目较劲 休得乱言 魁赤月 公竟望却依待照乎 腾见他说出心事 乃密以实情告知 魁月 操玉公入城面军 必非好意 公不可轻入 来日 当乐兵城下 带曹操出城点军 就点军处杀之 大事记忆 二人商议已定 黄魁魁家恨其未惜 其其再三问之 魁不肯言 不料 其妾弟李春香 与魁妻弟苗泽私通 则欲得春香 正无计可施 妾见黄魁愤恨 随对则约 黄侍郎今日商议君情回 义甚愤恨 不知为谁 则曰 辱可以言挑之曰 人皆说刘皇叔仁德曹操兼雄 何也看他说甚言语 是夜 黄魁果到春香房中 妾以言挑之 魁成罪言曰 如乃妇人一知邪政 何况我乎 无所恨者 欲杀曹操也 妾言 若欲杀之 如何下手 魁语 无以约定马将军 明日在城外点兵时杀之 妾告于苗泽 则报之曹操 操便密换曹洪徐楚 吩咐如此如此 又换下侯敦徐晃 吩咐如此如此 个人领命去了 一面先将黄魁一家老小拿下 后面又是徐皇领兵杀制 截断西梁军马 将马腾父子三人困在该心 马腾剑不是头 奋力冲杀 马铁早被乱剑射死 马修随着马腾左冲右突 不能得出 二人身带重伤 坐下马又被剑射倒 父子二人拒备职 曹操叫黄魁与马腾父子一起绑制 黄魁大叫无罪 曹教苗泽对证 马腾大骂语 恕如误我大事 我不能为国杀贼 事乃天也 曹命迁出 马腾骂不绝口 与其子马修及黄魁一同遇害 后人有识探骂腾约 父子齐方烈 忠贞住一门 卷生屠国难 誓死达君恩 脚血蒙颜在 朱坚意状存 西梁推势咒 不愧福波孙 苗泽告曹曹曰 不愿家赏 只求李春香为妻 曹孝曹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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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谋反,不甘众人之事,一面使人吩咐把住关爱,修教走了马带,且说马带自已一千兵在后,早有许昌城外逃回军事报之马带,带大惊,值得弃了兵马,伴坐客商,连夜逃顿去了。 曹操杀了马腾等,便决意难争,忽人报曰,刘备条链之马收拾器械,将欲取穿。 曹经曰,若刘备收穿,则予亦成矣,将何以图之? 言未必,接下一人尽言曰,某有一计,使刘备孙权不能相顾,江南西川,皆归丞相。 正是,西边豪杰方遭路,南国英雄又遭殃,为之献祭者是谁,且听下文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